我也好想要去冰島看極光 看極光 但太貴了啦 妳可以看佩勒羅 同學來了 小小鳥也可以出國玩 Yeah 小小鳥也可以飛起來 飛起來 一扣子開得好棒 一扣子開得有點棒 怎麼搞的 Yeah 好 謝謝 可以去吃藥了 好 可以去吃藥了 謝謝 等一下為什麼極光會變這樣 極光 妳沒有極光 看極光很貴嘛 譬如我這樣偷光光都免錢的啊 不用錢耶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看 很好看 他練得很好啊 是不是 不是 因為出國去玩真的 難免就是要花一些錢嘛 對 妳有些時候好好要做功課規劃的話 其實很累耶 不是 很累 但是問題是有些時候 可能妳出國去玩會比在 譬如說台灣玩的話要來更便宜 有一名PTT網友就說 六天花不到六萬塊去哪裡你知道嗎 關東… 關東 導播給我特寫 害我要講三次 為什麼 妳突然跳一個我特寫 我也沒什麼特別的要講 你怪導播什麼是你自己講三次 他當然要Take你三次啊 沒有 我先看到他跳給我 我先看到他跳給我 害我騎虎難下 不要再給了… 不要再給了 妳好幼稚喔 他有抖這樣 我就只好配合 有…厲害 對 我剛剛講到哪裡 對… 關東… 關東… 好 兩大一小喔 是三個人去耶 三個人 三個人 怎麼可能 這怎麼規劃的 誰規劃的 太強了吧 有時候省過頭也不好 反而自己累 所以今天邀請了很多旅遊達人 等於是看這一集就是賺到錢 你們在看就是活該啦 他給你特寫 活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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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該 今天都要這樣子 神經病 到底有多趣 很好玩啊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成 譬如說有機票 參費還有住宿 三大類 我們一開始從什麼 機票 機票 謝忻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招 用信用卡累積里程 可以累積到什麼程度呢 怎麼樣 來 導播給我特寫 怎麼樣 妳要說什麼 免費… 免費 這麼厲害 這個我也知道 是不是 好厲害 糟糕 完了 我們節目以後要變這樣 真的嗎 好累喔 都已經高血壓 搞了大家都高血壓 我要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很多的時候 大家在買機票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某某某達人就說 我不是在講你 某某某達人就說 機票達人吧 機票達人 什麼…促銷 趕快買 對 可是通常在那個時候 促銷它當然有便宜 可是你得到了這個便宜之後 你會失去你對某一間航空公司 或信用卡公司的 對 其實你損失更多 打個比方來講 例如說去歐洲的機票 大概是4萬塊 可是如果我長期執著 在同一間航空公司的話 我買一張歐洲來回機票4萬塊 它所累積的里程數 其實已經可以換一張 日本東京來回機票 好 再來 如果你要買家具 買大的東西 例如說我之前買家具 花了30萬 我那個30萬 同一張信用卡刷下去之後 你把它的信用卡里程 轉成飛行里程數 我得到了一張歐洲 是喔 就歐洲4萬塊我就賺到了 所以我非常推薦你們把 信用卡的累積里程數 研究清楚研究透徹 是 可是我想要補充一下 大家可能會聽剛剛那些覺得 好像很厲害 但是這其實比較適合說 你可能一年要飛好幾次的人 因為你才有辦法 一直針對這些航空公司 一起去做購票動作嘛 對… 或者說你可能要很多時間 一直研究說 怎麼樣累積 然後又怎麼用信用卡 去累積點數再換機票 有一點麻煩 如果說你一年才出國一次 真的沒有需要這樣子 有一個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現在我們針對歐洲機票來講 大概都要4萬塊 因為我最近自己在買去倫敦的機票 4萬塊經濟艙來回 但是其實有一個辦法 馬上就可以直接讓你 導播我要特寫 準備… 也可以讓你半價… 其實呢 其實半價的話是2萬而已 對 其實怎麼樣 一次算數有問題 差3000人 大約… 對啊 我們這種平衡老百姓就是計較啊 導播再一次 大約… 半價 大約 對啦 好啦 怎麼說呢 其實我就跟大家講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其實直接選擇 大陸的航空公司就好了 對 其實比如說像 大陸的中國國際航空 他們是在北京轉機 東方航空在上海轉機 廈門航空在廈門轉機 其實因為他們現在都想要搶一些 台灣的旅客轉機 所以他們就會希望你從台灣 飛到他們那邊之後 再轉機到歐洲 是 這些票基本上你怎麼找去哪裡 整個歐洲怎麼找 都是大概2萬到2萬5而已 所以其實非常的划算 對 就如果你一年才飛一次 然後也沒有平常 像有很大筆的消費 可以換點數 或是你不想要一直飛 就選擇這種最簡單的方法 對 其實你只要時間充裕的話 對 而且因為他們 其實可以做這個轉機 可是時間會花比較久 對 的確有時候他可能銜接 在這個轉機的銜接時間 就接不上 但是他們會送一個 對 對 像我自己就曾經坐到北京 然後轉機到紐約 他就送了我一碗在北京的住宿 你還可以衝進北京吃北京烤鴨 可以… 而且就是每天晚上就燒蝦 因為一直唱One Night in Beijing 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許多情 走音了 好 配合我 來 也請 要貪便宜就是要西班牙的那個 廉價航空Easy Jet Ryanair 我在大學 巴塞隆納大學的時候玩 你們應該都很有同感吧 我們是週末來了 可能有三天假我們就去查 廉價航空哪裡最便宜 就看到 北京烤鴨 巴塞隆納 英國 10塊有元來回 10 10塊 10塊有元 還有3塊的也有 對 對 沒錯 我自己之前是買過4塊 沒錯… 倫敦到西班牙 你們這兩天是… 你們這兩天是有跟海產吃飯是不是 真的啦 我有證據 4塊歐元 我從英國回來就是去米蘭 2塊歐元 我訂過最便宜的就是2塊歐 80塊台幣 比那個新竹的客運海便宜 那是那個 真的啊 我們連幾個包裹都不只這個錢 對啊 為什麼 行程車還比較貴耶 但就不給你行李 你行李那就是付那個行李 沒錯… 因為像我自己 我自己最近就是買了一張Rion Air 但是我要特別講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 從台灣出發到歐洲 如果像我們剛剛講的 飛到歐洲再買那個聯航 要很特別注意就是 剛剛講的行李的問題 對 因為像這樣的機票是 完全不含任何行李喔 是… 我們從台灣出發 不可能不帶行李 像我最近買了一張 就是從捷克飛到英國 也才花我大概50塊美金 就是1500塊 我覺得超便宜的 但是問題是我本身有帶行李 我行李一加上去 完全是雙倍再雙倍 對 那是適合他們 可能說帶個背包就走 像我們去高雄這樣子 可是他們 這樣子的方式 一般從台灣出發的時候 除非你是一瓶如洗 身上沒有東西 就是適合像佩德羅這樣 對… 而且其實之前有新聞 有新聞就在講 其實就是像佩德羅這樣 一直在找那種很便宜 兩塊三塊歐元的機票 然後上飛機 對… 對… 佩德羅想的可能是真的破損 我沒有要脫 我沒有要脫 對… 譬如說挑一些什麼衛生紙 什麼 差不多 差不多六塊歐元有賺錢 有賺到 真的耶 本來就免費 還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可以出國的時候可以省錢 然後你可以玩的比較多 像那個轉機 我這個轉機真的是一個 很珍貴的東西 你可以用轉機這個機會去玩 像土耳其 像那個圖航 他推一個東西 我覺得還滿酷的 如果你的轉機的時間 是從六個小時到好像24小時 裡面 他會直接免費安排那個接波車 然後他從機場帶你去伊斯坦堡玩 而且還有吃東西去餐廳 這個航空公司 會付你的那個餐廳的費用 然後他會看你什麼時候要 轉機 他就是準時他跟你說 那你要坐這個時候的接波車 帶你回去機場 而且都是免簽的 所以你這樣安排好 就是你訂機票的時候 你有很多很多選擇 因為那個都是一定會在伊斯坦堡轉機 比如說台北到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到米蘭 然後你就是看 在伊斯坦堡的轉機時間 你可以選兩個小時的 那就沒有這個 但是你也可以選六個小時的 十個小時的 他就會寫 你可以參加這個圈 對 還有這樣就免費玩就對了 其中一天是免費的 對啊 你故意把那個轉機時間拉長的話 就有機會去玩 還可以去吃一頓 只是很不錯的 對啊 好 太好了 我們最喜歡聽這種可以省錢的 還有沒有 來 對 所以你要買飛機票的時候 你會一直砍很多網站那種 你會砍每天那個價格變得很快 然後會越來越歸 所以我們在法國很會用一個 軟體叫VPN 那個VPN會蓋你的位置 你這樣可以砍從法國是多少 從韓國多少 因為差會滿多的 它這個方法的確 好像有很多APP 比如說你要去買票還是訂房 如果你一直不停個查的話 是 它的票價好像就會往上 對 因為那個網站 因為那個網站會知道你的IP 對 所以它會知道 你一直砍一直砍 所以它會越來越貴 對 對 對 這樣會給你壓力 覺得我要趕快買 因為我已經登了三天 三天都是越來越貴 所以那個VPN會很好用 對 或者是記得清楚那個Cookies也可以 是 對 很多人是說 比如說你用手機查… 查到一個確定了 你用電腦去電 對… 可以… 這樣說你一開電腦以後 發現這個票價怎麼會變便宜了 我聽到的是這樣 謝謝你耶 這個問題 我聽到 你不知道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說 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或者是說 比如說APP反而比較便宜 有可能也是他想要推他的APP 所以APP會有特別優惠 有可能 也有可能 都有可能 對 都有可能 對 但是買機票要問小哈哥 他的招最厲害 準備… 許空姐 不是啦 尤其沒有講三次啊 許空姐… 畫面好滿喔 真的 對… 不好意思… 對… 沒有 而且許空姐其實 當然是開玩笑的 但是有些航空公司 你可不是開玩笑 你真的娶了 我真的娶了 很便宜 因為像比如說我跟 我上次跟 帶我老婆跟我兒子 我們三個人 我兒子已經現在就是 他已經不能用半票 用全票了 去澳洲黃金海岸 三個人來回做那個叫什麼 做的 他們沒有那個豪華經濟艙 做一般的經濟艙 是 三個人來回 大概比較貴一點 要一萬五千塊 三個人 三個人 一萬五 然後還有一次 但有時候真的 你也是要稍微 還是要花一點錢 有一次我去 太過分了 去那個紐約 紐約來回 然後也是坐商務艙 對 也是不用跟一些 平民老百姓一起 在那邊擠櫃檯 是… 那一次就花了比較多 大概花了兩萬二 來回 去紐約來回 真的好麻煩 但是當然是現座位搭乘 就是我們還是必須要等 大家都一般… 一般客人有先 沒錯… 對 當然一定要客人有位子做 有位子 我們有空位我們才能搭乘 再補 對… 所以這個怎麼施壓都施壓不來的喔 哈囉 但是這個是機票的部分嘛 對 機票 買機票學會了 接下來我們到了當地 我們還是要吃東西 對 還有又想吃當地的美食 但又想要省錢的時候 要怎麼辦呢 Yuki 去日本 怎麼辦 你們喜歡吃壽司嗎 喜歡 我超級愛 然後這個壽司是吃到飽的 然後它不是那種普通的壽司 是高級的壽司 非常高級 很新鮮 然後是煮的人也是很專業 他會幫你 秋…幫你弄好 不是機器喔 不是機器 對 然後這個 你 然後也沒有現金時間 通常是中午沒有休息 中午沒有休息 對 是下午休息 下午休息 對… 你講 這很正常的事情 下午休息 下午沒有休息 下午他們不會睡覺 對…中午休息要怎麼辦 要怎麼賺錢 對… 然後也沒有限定時間 知道飽 然後開一整天的 台幣1千1 知道飽 1千1喔 高級的生魚片 對啊 高級的休息 而且那麼多 台幣1千1的話 日幣是4980 然後男生的話 這個4980是女生 然後男生的話 再加500就好了 然後你可以一直吃… 然後跟朋友一直聊天 幾個小時都OK 沒有限時間 他不會趕你嗎 不會趕你 完全不會 他都是慢慢的 你看 他 就說我去的時候是這樣子 我已經去了很多次 你看有海膽了 然後也有鮭魚卵 對不對 鮭魚 然後各式各樣的 你點了兩個海膽 這太可惡了 對 海膽而已 我跟你們要注意一下 海膽而已只能點兩次 它有一些東西是只能點兩次 其他可以全部一直點 不可能讓你無限這樣點 對啊 其他這些很珍貴的食材 它是連鎖的 叫做竹地玉壽司 對 所以是前草 事故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剛介紹的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日本 我想要推薦一個 是大家可能一想到說 天啊 這地方的東西 太貴了吧 就是我想要帶大家去 對 說到杜拜大家一定都想到 就是金碧輝煌 全世界最貴的飯店 最高級的餐廳都在那邊 但是我其實要推薦大家 跟大家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樣 顛覆大家對杜拜的印象 就是要去舊城區 杜拜的舊城區 其實消費非常的便宜 像我這次去杜拜 我就品嘗了一個 很道地的這種沙威馬 這樣一份 然後就是這樣薯條不到100塊 非常的划算 因為其實啊 杜拜 我們大家想到什麼哈里發塔 那些購物中心 最大的貨物中心 都是在新城區 那舊城區其實 這個民生消費非常的便宜 其實它雖然說 它不是非常漂亮的店 可能就像這樣子 一個路邊的攤 一個這種咖啡的感覺 可是它很道地 然後這樣基本上都是當地人 它就是一個好吃 非常的好吃 它也是一份這樣沙威馬 然後有薯條 各式各樣的 在地的啦 大概10塊到15塊左右的 底拉姆所以乘以8 所以大概100塊以內 就可以吃到一份餐點了 就是如果你想要到杜拜 感受那種很道地的風情 然後美食 就要來舊城區 那舊城區的治安OK嗎 非常OK 其實我覺得杜拜那邊 因為我們比較陌生 然後看到很多阿拉伯人 我們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害怕 但是其實他們到了晚上 舊城區非常的熱鬧 黃金市集 或是香料市集 都是滿滿的人潮 然後即使我們遊客走在那邊 也不會有問題 女生也很安全 然後再舉一個例子 因為當時我剛好想要剪頭髮 找了一家舊城區 看起來最高級的剪頭髮店 看起來還可以吧 不錯啊 對不對 還有這種 至少你看路邊的 光打的也很漂亮 對 其實還不錯 安全心的 店面很漂亮 然後我就洗家 剪家 造型 才30塊底拉姆 乘以8 好便宜 好便宜 便宜 對 剪家 洗家 造型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一直覺得說 杜拜東西就是很貴 對 去舊城區那邊 而且其實距離舊城區坐地鐵 只要半個小時就到了 好 對 要去 學起來 好 OK 金老佛也要帶我們去釜山了是不是 釜山是一定要吃海鮮的聖地 今天我手上拿著這個就是 拿著就這個 坐下請 對 蛤 大家看得到嗎 坐下請大師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重要的理由 專家說美國要把台灣烏克蘭化 用大陸打台灣來牽制大陸發展 這些利媒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 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和情勢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從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分力量